大家好 再给大家聊聊啊 北京的写字楼租金暴跌了啊 距离2024年的新年还有一天 有小伙伴给我发了几张图片 挺有意思的 他说北京金融街附近很多写字楼都开始降价了 而且降价的幅度并不小 从高位看的话 差不多有20%到50%不等 就是降两成到五成 降五分之一或者是一半 这个降幅用暴跌来形容也并不过分 确实啊 20%甚至50%相当的可观了 也相当的可怕 而且这是平均降幅 如果看金融街 旺京 还有国贸 有些写字楼的租金 甚至是接近腰斩的 我对北京的商业地产市场不熟 于是去问了问对北京写字楼市场熟悉的朋友 这哥们说在金融街附近 应该是万通第一个把租金价格打到了 打就是价格战 打价格战 打到了六块钱一平每天的 六块钱一平 比如说一百平 一天是六百 一个月是一万八 一年是二十一万六 如果是一百五十平 一天是九百 一个月是两万七 一年下来是三十二万四 不知道还有没有物业费 不知道物业费是假方出 乙方出 是吧 但是已经比高峰期便宜很多了 虽然万通不是真正意义上处在金融街 但是在万通降价之后 周边其他不少写字楼也跟着降了 万通在哪儿啊 在这个府城门桥的紧挨的桥 就在桥头 在西南角 这个金融街是在东南角 中间就隔着一个府城门的桥 一个桥东 一个桥西 万通新世界大厦 是所谓的什么万通六君子吧 还叫什么六君子 就是那个谁 冯伦 冯伦搞的 从这个万通新世界大厦往南走没多远 有一个乐坛体育场 那个就是被抓起来 判了18年的任志强的那个华远 就是西城区的那个国营的华远房地产的那个总部就在那儿啊 然后这个万通 我去过 那里边啊 他原来的底下那几层都是出租 上面可能也出租啊 底下有银行 有什么快餐厅 我还到那买过玩具 就是小孩玩的 比如说你喜欢军事题材的 我记得我是在那买的坦克呀 还是小枪呀 反正是给我自个买的 或者给我儿子买的 反正在那转悠过啊 还有万通里边有一个北京银行 原来叫北京城市信用社 好像叫北京银行的府城门之行 那是我的客户 里边有一个小妇 小妇是海军大院一个大校的儿子 那是我的两个单位的同事 所以他照顾我买卖啊 所以万通那地方 我常去那地方太熟了 万通的对面 万通的西北角 就是国内治心脏病 治的最好的府外医院 然后那个就是北里是路 再往北 偏东 那个就是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那个社长的女婿 跟我是邻居啊 然后那也是我的客户 那的工会 荣大姐 荣大姐是我大姐 我亲大姐的小学同学啊 所以那边我也熟 再往北 这叫马尾沟 有一个供电局的单位 然后再往西 有一个粮食 粮食科学研究院 然后那有一个交通银行 然后就是北京市委党校的后门 那还有一个兵工厂 叫350几 还是叫多少多少 那个号码我忘了 代号工厂啊 然后这个 万通啊都跟着降了 对啊 你周边一降 他都降啊 都降 只不过你看降幅 没有跟着万通一把 就是一次 把价格降到六块 多数差不多在七八块的样子 因为那些写字楼 就论档次啊 论装修啊 论地段啊 还是要比万通稍微强一点 因为二因为万通 他在二环外了 虽然紧挨着二环 你就差五米 那个叫二环外 金融街是二环里 原来那个地方叫二龙路 二龙路 就是府城门内啊 就那一片 二龙路往北 什么武定侯街啊 学院活动 案院活动 茶院活动啊 就就那一边啊 那么降价带来的搬迁效应 是明显的 在万通降价以后 也直接带动了周边写字楼的降价 就是人家降了 你不降 那你原来的客户 那些公司就可能搬走了 搬到那个降价的去了 这几年生意都不好做 大家都在那跟那苦撑苦熬 明白吗 谁愿意多花一块钱呀 能省一块钱 就等于你能挣两块钱 知道吗 你省一块钱 就等于 是吧 你要在外边要挣两块钱 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很多都这样 原来我在台湾人的那康师傅 鼎心集团 最早在国际饭店 1121 后来 他要赚钱 要树立形象 那会儿在京广 在京广中心 后来又搬到那个国家外专局 就是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 那个友谊宾馆 那个那会儿都不错 后来不行了 就搬到了府城门外 这是李氏路 南李氏路吧 往南去 马鲁西 一个很小的写字楼 后来就不行了 当然康师傅别的做大了 但是我说的是我们那个油厂 顶好清香油 是吧 还有后来我去台湾人的火鸟色拉油 91年 一开始我们在南原 后来在那个北纬饭店 北纬路 就天桥那边 虎房桥 租了饭店 后来生意不行了 那就不租了 是吧 还有我们家有一个亲属 原来在顺义 顺义南法信 首都机场北边 那个叫林吉大厦 后来他公司 被一个大公司给收购了 要搞大 就后来搬到东边 叫顺捷大厦 一个新的写字楼 那个林吉就老了 后来再去那林吉 差不多就有一半 没人住了 还有原来那个 那个那个 雌云四桥的东南角 那个叫远洋国际中心 2019年 我要去日本旅游 我就就到那报名 报名就去那旅行社 我一看那个 从电梯里一出来 那一层 有一半已经闲着了 那一半都黑着灯 甚至门口 有一把大锁给锁住 所以这写字楼 我以前也聊过 就北京的写字楼 也不行了 就是银泰中心 国贸CBD南边 那大白的 哎呦 那火 为什么呀 好多公司是骗子公司 前些年 都穿着 就小白领子 小白领子 这个白衬衫 不是白 打着领带 那都是诈骗 你知道吗 就是P2P 在那有一大片 银泰中心 但是你从银泰中心 出来 西边 有一些老的 过去那是一机床 北京第一机床厂 什么光滑 什么木材厂 光滑染质厂 就那老楼 给那些工人们住的那些 当然是苏联式的红砖楼 那楼都破败的不像样子了 老居民有一点办法的 全搬走了 那房子破败的 简直 后来很多一层 就租给干嘛呢 饭馆 专门给那些 那些诈骗公司 当然有的是真正的白领 不是P2P 就是那些白领们 年轻人在那吃饭 就是哗哗哗跟着炒 这暴土洋肠 不是暴土洋肠吧 就是油烟子 空气里都是油烟子 完了那个大槐树 大洋树 那叶子都被那油烟子熏的都卷曲了 上面一层那个黑的油 是吧 听我聊很有现场感吧 是吧 你看我搬过8回家 上过16个单位的班 然后我还开过滴滴快车 我还开过歌厅 我还考过业主维权 所以北京 各种层次的 五行八作的 三教九流的 我都跟他们打交道 所以北京的哪我都熟 基本上 开滴滴快车也好玩 到那接人 接出各行各业 五行八作的人 我就拉了两百多单 我是业余的兼职的滴滴快车司机 拉了两百多单 上来两个人都认识我 两百多单 不是说很熟的人 他说你是谁谁吗 说好像我见过你 有一个 后来我从那个建国门外 就是那个国际大厦 CITIC building 我拉了一个人 后来他说我见过你 后来他还真是拿出我的名片来了 因为我搞业主维权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NGO 一个跟人权有关的 跟外国有关的 他为什么在国际大厦那 后来我给他那个人送到了 首都机场的那个南平里 就是机场的内部职工宿舍 南平里还是北平里 送到那去了 有我一张名片 多巧 我拉了两百多单 就有两个人跟我之前是认识的 好吧 很多大的公司出于控制成本的考虑 都往这个价格大幅调整以后的区域搬 绝对是这样 对吧 你省钱要比挣钱容易 挣钱在中国得给人跪一些 得给人舔脚步鸭子 知道吗 跪舔 你要省钱还是容易 对不对 大量的人员涌入 也带火了万通那边 负一层的快餐 对 有很多大厦 写字楼 也包括商场 基本上都把这个负一层 他就搞这个 这个快餐 就各种口味的 比如陕西的凉皮 肉夹馍 比如说什么这个火锅 川味的火锅 比如说这老北京的炸酱面 比如说这个天津味的煎饼 他有特色的东西 或者什么沙县小吃 他都给你弄好 现在很多其实商场 写字楼 尤其是包括商场 已经不是商场了 都变成房地产 都给你条块分割 转租出去 你像我们旺京那儿 有的就是卖什么珠宝首饰 卖点小事物 卖点零岁八五的 零七八糟的东西 他都是分散自己的 是吧 他相当于一个二房东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万通在西南角 西北角 那个一个非常高的大楼 那个大楼叫机械大厦 那个是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机械原来在二里沟 也是我客户 那是一老太太 一个革命老太太 老干部的媳妇 他儿子是中仪 中国仪器进出口 原来在哪啊 在西三环九龄大厦 挨着吴京总部 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外 那也是我客户 那老太太 我给哄的挺高兴 说我儿子也搞后勤管行政的 我给你介绍中仪 后来中仪大厦搬到了 西之门桥的西南方向 叫中仪大厦了 是吧 这个这个毕竟大家来这边上班 中午是要在这边吃饭的 对 再往北 这机械大厦 就是府城门邮局 也是我客户 你如果中午饭点 去万通地下一层的各种快餐店 不管是老乡鸡和和谷 还是和府捞面 家家的堂食 都是要排队的 他说这个什么和和谷 我都吃过 还有什么什么田师傅吧 叫什么师傅 是叫田师傅快餐吗 反正做的有的时候挺脏的 挺恶心的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再吃下去 我得生病了 但是他便宜啊 对不对 当然这里可能有较真儿的人会说 万通金融中心 又不在金融街 出了府城门地铁站 根本就是和金融街两个方向 对啊 一个东 一个南 一个西 往西 那个府城门桥头 往东 马路南 第一个大厦 就叫中保大厦 也是中国银行的 Bank of China的大厦 中保叫PICC People's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China PICC 就过去中国唯一的保险公司 因为那会儿要跟国际上做贸易 国际贸易 就Foreign Trade 中国国内都没有保险 中国国内很多年没有保险公司 然后没有律师 文革的前后十多年是没有律师的 中国这刚走了一些 从不走弯路了 刚刚要上道 跟国际上有一点接轨 这两天 是把这个最高法院 要把那个裁判文书网 由向社会公布 变成了只能法院内部的人去看 这又是司法的倒退 就是中国最近从2012年到现在 11年多了 一直在倒退 这样的话 中国只会是走向了衰败 走向了贫困 走向了封闭 民不聊生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去看看金融街的国际企业大厦 现在如果是去问价格的话 可能比万通还要便宜呢 这有可能 有意思的是 现在房产中介也在大规模的推 就是推荐推销推出 办公室置换 你可以换办公室有便宜的了 打出来的口号就是 办公室腰斩送定制装修 便宜一半还给你带装修 定制的还是 你看你要搬进去 你付点定金 我给你装修 按照你喜欢的风格 哎 你看 企业降本增效 换房正当时 降低成本 增强效益 增加效益 哎哎 你要换个房 哎 正是好时候 哎 中介我跟你说啊 我太了解中介了 中介说 哎 先生 您买房吗 我不买 那您卖房吗 我也不卖 那您租房吗 您总得租房了吧 您既然又不买又不卖 您没有自个的房 您得租个房吧 总之 你不能住露天 你不能住在大街上 那你就得找我 是吧 哎 中介就这样 就北京的大中介 小中介哎 我都跟他们常年打交道啊 因为我们家从90年代就对外租房 就得需要跟他们打交道 我最早的房客 有一湖南人做消防生意的 跟公安部消防局认识 小黄 哎 后来有一帮说是江苏徐州的 但是我怀疑他们是河南的 他们因为河南人说实话 好像名声不是太好 但是我倒不认为河南人多差 他不好意思说 他说我徐州人 但是他是河南口音 不过徐州离河南其实也很近 口音也差不多 搞装修的一拨人 后来还有卖菜的 河南信阳商城的啊 还有一个安徽的老五 哎 都在我那还租过房 还有别的一些房客啊 好多啊 这房客都得有上百个了 嗯 这些房客原来我在我的节目里也聊过他们 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哎 挺好玩的 中国人 韩国人啊 然后还有德国人啊 等等的 小伙伴还给发了点网上看到的置换方案的图片 北京的英兰国际 从2022年的成交价28块钱每平米每月 降到了现在的19块钱 19块钱就是原来的七折 七折都不到了 19块67折 那他这是打了一个四二折 等于是原来的58% 哎 是吧 英兰国际啊 就在那个金融街 这个金融街七号应该是金融街七号啊 离那个武定侯街那边都不远 过去都是老胡同 他们再往东那条胡同叫锦石坊街 我不知道那胡同拆没拆 可能还没拆到那锦石坊街走往南头往南走 到那个那叫英郡王府叫什么什么郡王府 现在是全国政协哎 我到那买过书 全国政协我也给那送过货 全国政协的服务中心的那个小卖部也给那送过货 然后那个政协的北墙 就是那种老城墙 老的院墙 原来是个郡王府 就那大墙砖特别特别棒 墙特别高 然后那开了一个小门 有一间房 那就是全国政协的那个文史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 我去那买书嘛 政协礼堂 对吧 原来后来是那个地方 清朝以后是张作霖张学良他们家给买下来 那是他们的大帅府 看这都贴出照片来了 降幅更大的卓柱中心 卓柱中心就在那个锦石坊街 24块钱降到了11块钱 哎呦 就超过一半了 对不对 24块钱 那每一块钱就是4% 4% 多一点 那么他这个降了13% 52% 52% 53% 54% 那只保留了46% 47% 那超过一半了 富凯大厦 富凯大厦不知道在哪啊 富凯大厦应该也在金融街 那边好多写字楼 从2022年的20块钱 去年 是吧 那就算前年了 现在算前年 成交价降到了7块钱 哎呦 20降到了7块钱 那么每降一块钱是5% 降了13 降了65% 这个可不是腰斩了 这个斩下了三分之二 这个已经到膝盖了 对不对 起码到了这个腿肚子上边啊 膝盖上边大腿了 这可不是腰斩了 是吧 降了三分之二了 这个太厉害了 写字楼的价格啊 他这个跟这个经济啊 各方面都有关系 哎 富凯大厦出来了 金融大街19号 金融大街19号 总建筑面积12万平米 地上 地下三层 地上22层 电话 6566 1852 就这儿 就这儿 城方街是央行 中国人民行 央行 原来也买我东西 远洋大厦 远洋中远集团 原来都是我客户 望京 搜后那边啊 望京 我在那住吗 是吧 望京 那我更熟了 望京 搜后那边啊 本来价格也不高 不过在2022年 报价还能维持在7块钱 现在成交价也只有3块5 也是腰斩了 你看看 你看这个可租赁面积在100到3万平米 证明什么呢 就是说你真有钱 你租3万平米 他都能提供 证明现在有大量的闲置的 望京 搜后是潘石屹搞的 潘石屹呢 我还感谢他 因为我那个房子 我在望京 不是买两套房吗 2003 2004 后来他搞了这个之后 搞了望京 搜后 把我们那的房价 确实给带起来了 起码让我们那边价格高了 所以我得感谢潘石屹 这个他说 保利国际广场 你看 这个一看啊 他就这哥们啊 这个他不是本地人 就望京人啊 如果你住望京的 他不管这个叫保利国际广场 根据他的外形 我们管他叫钻石灯笼 钻石灯笼 他是在那个大望京商务区 偏东 离那个精密公路 离首都机场高速 离那个那个首都机场辅路 这三条路比较近 快到路边了 偏东 就那条有一条沟 有一个水渠 叫望京 望京沟 就在那边上 你要开车从边上 或者从高架桥上 高速上都能看见 那个叫钻石灯笼 挺漂亮的 他这说叫保利国际广场 那就是保利 就是那个做军火的 他们不也是 也是搞这个房地产吗 那边还有一个叫保利中央公园 那个中央公园 是一个住宅项目 好像前几年都在十万美平米以上 现在可能也跌了点了 都是他们搞的 那边阿里巴巴 阿里也在望京搞了一个大厦 还有一个饭店叫昆泰 昆泰是在北小河边上 然后昆泰在回龙观也有一个 昆泰在回龙观 那个原来我经常去吃饭 里边有个叫辅膳 后来这个习一尊搞反腐 那个辅膳公款吃喝没有了 把那菜价降下来三分之二 只剩原来三分之一 但是他菜做的不错 后来我一看便宜了 我们就去吃了 可能有十回八回的 确实做的比外边的要强 原来这个辅膳在CBD国贸 也有一家店 后来一搞反腐 他一看形势不对 就把那家店关了 那老板是一北京人 要知道这是北京 是吧 你看这个钻石灯笼 保利国际广场 前年 现在咱们2024就是前年 2022年13 后来降到了6块 降了6块 反了50%多 是吧 各种企业总部云集的地方 对啊 北京有一个经济 就叫总部经济 就光那个总部基地 就好几个呀 在那个丰台南四环外 有个总部基地 在那个丰台的西三环的利泽桥 也叫总部基地呀 那这个金融街更是总部基地呀 因为金融街里边大的保险公司 大的银行金融机构 对吧 东城去也要搞一个金融街 没搞起来 没有西城这边火 知道吗 就是那个东城的那个东智门 东智门桥的西侧 就是二环内 然后往南 到那个东四十条 他也要搞一个金融街 结果没有西城的这个有名 没火起来 那么全国其他地方 起码任性还是比较强的 就是北京的任性 因为这些总部还是他还是有一些钱 但是总体上大家对吧 日子都不好过 现在北京的写字楼的租金掉成这样 全国显然也不会好哪去 买房千万别买商铺写字楼和公寓项目 公寓就是商住两用的 那个都是商水商店 就是商业用水商业用电 非常的贵 而且屋里边不让你做饭 也不给你安那个天然气管道那接口 严格来说你不能在里边做饭 那只能是开公司 但实际上很多人就走擦边球 开发商也是瞎搞 你买房的人也是图便宜呀 或者你没有购房资格呀 总之这里边很多问题 而且那种商住两用的 还不是七十年 五十年四十年 有的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 所以一方面没有什么升值潜力 买到手里价格要打折 对呀 那个四五新政 2017年 就你只能是公司 你才能买写字楼 或者买商铺 商住两用 其实原来都是个人买 他这一下百分之九十九的客人 就就没有这客人了 就把这市场一下子给打下去了 这就是一尊啊 房住不炒啊 对吧 现在又说又要利用房地产了 是吧 你看最近给了好多政策 因为你中国其他的东西 你科技创新 是吧 你能玩那个马斯克的火箭 还能回收吗 对吧 你能玩吗 你能玩推特吗 你能玩油管吗 对吧 你又不让弄这些东西 中国又不让弄 对吧 中国又管控 是吧 你又这些公产党的绝对领导 所以你只能搞房地产 弄点钢筋水泥 弄点砖头 是吧 所以啊 这个另外说商铺写字楼 都是过剩的 当然当然 公寓 后面如果经济放缓 那么出租就更难了 你看这些都是对经济的增速 有着高度依赖的 经济好的时候 上升期 GDP高的时候 这些都不愁 都租出去了 稀里葫芦的 就是大潮来的时候 就是潮流 现在是退潮了 是吧 你看原来什么深圳的前海啊 武汉的光谷啊 南昌的鸿骨滩呀 成都的天府啊 都有大量的写字楼 现在都没戏了 要有大量的外来的新增的企业 涌入 他才有这种需求 对吧 他租办公室 一个是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 现在都没戏了 大城市人口都在减少 但是最近的我听说 北京和广州 好像人口还没有减少 但是上海和深圳 很明显的人口在减少 很明显的人口在减少 现在好多公司在裁员 甚至有的公司整个就倒闭了 公司都没有了 有的公司在那挺着 裁员啊 裁员降薪啊 他说美国也便宜了 美国位于世纪城和比伏利山庄附近的洛杉矶的写字楼 售价也比五年前跌了52%左右 跌了一半还多 他说美国啊 那我们就不知道了 美国我就不清楚了 北京的事我熟啊 是吧 哪熟我聊哪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早就开始了 我早就发现了 真的 这写字楼太多了 你看这个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 那种繁荣繁华 大部分人都能赚钱的那个时代 真的是江泽民时代 然后胡锦涛时代 胡温时代 江珠时代 打底 基础 开山鼻祖是邓小平 现在呢 就是在 说难听点 就是在做呀 是吧 就是在走回头路啊 开倒车呀 是吧 中国人没有几天好日子过了 真的 是吧 没办法 这就是 政治制度造成的 政治制度 它是一种滞后的 甚至落后的 甚至是反人类的 它是和市场经济 和民主法治 它是完全不兼容的 而且他们又不想让步 是吧 那没有中间道路 是吧 他们不想让步 那么就没有中间道路 对不对 所以经济的滑坡 百业凋零 失业倒闭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房地产还不起债 对不对 房贷车贷 然后资不抵债 是吧 然后各种的 叫什么 是吧 各种的走投无路 跳河的 跳楼的 对吧 股票也不行了 外汇也不行了 是吧 就业也不行了 外资也不来了 是不是 外汇也现在要枯竭了 是吧 反正总体上 就是彻底要玩完了 是吧 但是这两天 好像人民日报还在吹 是吧 人民日报说 哎呦 好 好 好的很 怎么可能好的很 你说说 对吧 你难道看不见吗 对不对 帮交国 都得花钱砸 要不然就给你断交 是吧 你没朋友 对吧 你这个孤家寡人呀